上一讲我和你说了,怎么向上级要资源 要到资源,你就可以开始给下属分配任务定目标了 作为忠诚管理者,我相信向目标要符合Smart的原则 对你来说已经很熟悉了 这一讲,我不是要给你来普及前线的管理工具了 而是想帮你解决一个特别头痛的问题 那就是,怎么把战略变成目标,再把目标变成任务分配下去 还是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 刚做团队负责人的时候,我在分配目标上也犯过严重的低级错误 当时我的总目标是增长15% 为了彰显公平,我把团队目标平均分了下去 结果负责大客户的下属,说自己的盘子已经很大了 15%的增长目标肯定完不成,要降低 负责新客户的小组呢,说公司给的促销费用太少 15%的目标自己肯定完不成,也要说降低 我一心软,就帮他们各自的目标都减了下来 到了年底,我下属们的业绩完成率都特别好 可加起来,到我这,我自己15%的总业绩目标没完成 真是一种哑巴吃还连的感觉 怎样才能定出让团队每个人都服气的目标,把任务真正分配下去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专门请教了有经验的前辈 我才知道,制定目标一定要符合123法则 接下来,我讲一讲,什么叫123法则 一,是说一个原则 目标制定有一个总原则叫好地种好粮 平均主义反而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考虑各团队客观环境和自身能力的不同 简单的平均分配目标和资源 会让下属觉得你这个老板是外行 比如,新客户开发是团队的战略未来 我却放了几个刚实习转正的同事在新客户组 大客户组相对来说,维持不变就好 我却集中了团队的精兵强健 这时候,首先就要把人员做一次调配 把好粮种在好地上 让优秀的员工或者团队承担更高的责任 出更多的业绩 说完了总原则 再看二 说的是好目标有两个标准 分别是跑赢大盘和跑赢自己的过往 两者取高值 回到刚才我的例子 不应该只是看客户大还是小 而应该看两类客户的自身增长 比如,新客户组这个细分市场 每年有30%的增速 就算我们去年只增加了20% 那今年我还是必须要定一个30%的目标 这叫跑赢大盘 不然,我们低于30%干了一年 那就等于份额占比小了嘛 岂不是白干了 而大客户组 市场在萎缩 竞争对手也就是5%的增长 不过,我们去年做到了6% 那么我应该定7% 跑赢自己的过往 总之 跑赢大盘和跑赢自己过往 就是好目标的标准 最后是123-3 是说把指标分下去的三个工作 分别是 第一 分目标是个把抓手找出来的过程 第二 分目标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 第三 分目标更重要的是把责任感分下去 我来具体说一下 首先 什么叫做分目标 是一个把抓手找出来的过程 抓手啊 就是为了达成业绩 背后要做的管理动作和运营动作 怎么找抓手呢 我拿个例子给你讲 假设你是一家服装公司的区域经理 你下面管着20来个门店 那么 你在给店长们分解门店任务的时候 可以参照我在文稿中放的公式 单店盈利等于毛利润减去成本 也就是说 你的店长们要想完成今年的单店盈利目标 那无非就是提升毛利润和降低运营成本 但是这两件事颗粒度还是太大了 还不叫抓手 抓手是指可以具体采取的行动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拆解 比如 毛利润又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客流乘以成交率乘以客单价乘以毛利率 也就是来更多的客人用更高的成交率 卖出更贵的商品组合来提升毛利润 那么你在给店长们定目标的时候 就不能简简单单的说 我要求你这个店 今年的利润比去年提升10万块钱 那个店提高8万块钱 而应该和店长们坐下来 一起讨论 如果要达成利润提高10万块 这个目标要做什么 比如我们如何增加客流 提高成交率 提高客单价 提高再售商品的毛利率 有哪些是不需要做太多动作 自然就会增长的 哪些是需要店长们精心策划的 这些行动计划 就是你今年团队管理的抓手了 你在看这个团队业绩的时候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眉毛胡子一把抓 而是能通过抓手 去督促他们达成最终的业绩 总之 通过一个像漏斗一样的层层分解 帮助你的下属找到 制约他出不了业绩那个平静点 这样他在接受目标的时候 也更有信心 咱们再来看第二个 分目标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 打个比方 分目标这事 像开飞机而不是发射火箭 发射火箭就是说 你定好目标参数之后 发射就不管了 开飞机要求你不断地根据 各个下属完成的情况进行微调 实际工作中 再有经验的管理者 也不可能对业绩做出百分之百的预测 我们只能尽可能地接近合理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 持续迭代 不断调整目标 比如说 我下面有两个小组 年初的时候 给小红组和小民组 定的都是10%的增长目标 两个团队 各占我业绩的50% 打一个季度过去了 小红组完成了12% 而小民组呢 只完成了5% 这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我不对目标做调整 就算今年小红组超额完成任务 但小民组继续这么低迷 我的总任务就完不成了 所以我必须做出调整 一个错误的做法呢 叫做鞭打快牛 也就是说 让做得好的团队 把做得差的团队指标 全部扛过来 这样做 好的团队呢 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少做一点吧 做不完的团队呢 就会觉得反正我也完不成 就彻底放弃了 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在每个月调整一次 两个团队的目标 把达不成目标的小民团队的差额 拿出一半 加到做得好的小红团队上 给他们定更高的目标 比如说 原本两个团队都是10%的增长目标 小民只能做5% 那么下个月的目标 小民团队要变成7.5% 小红团队呢 做12.5% 这也符合我一开始说的 好地种好梁的总原则 当然作为回报 被增加目标的小团队 年底优秀员工的比例 年终奖也会增加 这样做还有个好处 就是团队里面 形成一组互帮互助的分器 大家呢 也不再是各自为战 而是胜则举杯相庆 败则拼死相救 最后来说一下 分目标 更重要的是把责任感分下去 很多忠诚啊 在布置任务的时候 只讲怎么做 不讲为什么 你下属在接到一个个目标的同时 心里一定有各种各样的问号 为什么我们今年要增加20% 为什么我这个部门 要承担公司30%的新科获取任务 为什么今年我们小组 要招20个大学生 等等 对这些背后的问题避而不谈 只会让你的下属 失去工作的责任感 事业变成职业 单天和尚赚一天钟 责任感来自于参与感和知情权 只要是向上涉及战略 向下涉及到员工个人发展的信息 都应该让员工参与讨论 并且知情 那怎么做能换起下属的责任感呢 你需要回答三个层面的为什么 第一 为什么这个目标对公司很重要 第二 为什么这个目标对团队很重要 第三 为什么这个目标对你下属很重要 举个例子 我还在保洁做销售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中层领导 在给我不知任务的时候 就向我完整的诠释 他是如何回答这三个为什么的 当时我这个小组 要做到10%的增长 要知道 我那个小组 已经连续多年8%以上的增长了 我当时嘴上没有说出来 心里肯定是抗拒的 做了更多 明年目标就更高 这不成了希腊神话里面 推石头上山的西西福斯了吗 我在接下来的工作里 明显的心不在焉 我不断的暗示自己 目标太高 玩不成 是老板故意给我穿小鞋 开会的时候 也不像以前那样积极发言 偶尔还发发牢骚 我的上期看到了我的不对劲 两周之后找我谈了一句话 我上期先说了 第一 为什么要增长10% 对公司来说很重要 他和我说了 跑赢大盘的目标制定标准 那一年 市场的平均增幅是9% 如果我们定了个8%的增幅 也就意味着 这个目标本身就是失败的 因为我们正在失去市场份额 我们的产品会变得没有竞争性 我们这个团队努力了一年 难道是为了一个失败的目标吗 那是不是太可惜了 第二 为什么对我这个小团队来说 这样的增长很重要 因为我的小组 对比去年增加了20%的编制 只有保证10%这样的增幅 才能让我团队的编制不会萎缩 公司才愿意继续在主持发展上 投人 投钱 投资源 有竞争性的公司 才开得出竞争性的工资 第三 为什么对我而言 这个目标很重要 虽然这支团队 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 但是 我是这支小团队的负责人 今年是我在这个岗位上的 第二个年头 去年第一年 出来乍到 公司对我的要求等级没那么高 现在团队人也着急了 磨合的也差不多了 正是出业绩的好时候 10% 看似挑战 一旦达成 对我的晋升加分是非常大的 好地中好梁 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要重点栽培我 我要跑赢自己 你看 是不是把一个简单的目标 从宏观到微观的意义 都帮我给梳理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 不带领我的小组 拼命去达成呢 我自己也确实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一年之后 交出了一个11%的增长幅度 也获得了晋升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和你分享了目标制定的 一二三法则 一是一个原则 好地种好梁 二是两个标准 你的目标要能够跑赢大盘 跑赢自己 三是三个重要的工作 分别是 封目标 就是个把抓手找出来的过程 封目标 是一个持续迭代的过程 封目标 更重要的是把责任感分下去 在这里 我给你留一个思考题 根据你最近 要布置给团队的任务 从三个层面 谈一谈你这个目标的意义 欢迎在留言区 分享你的思考 上一讲我说了 怎么有效地定目标 分任务 这一讲 我带你解决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怎么化解下属之间的冲突 下属在你面前告状 公说公有利 婆说婆有利 这是不少管理者都头疼的时刻 我自己在刚做忠诚的时候 这个问题上就处理得非常不好 当时我负责的销售团队 管理着产品在全国一百家门店的销售 我每个月都要遇到一次特别痛苦的时刻 那就是给负责这些门店的销售经理们 分促销品 生意大的门店销售经理 自然认为要按照生意比例来分 比如销售额是十万的门店 拿到的赠品就应该是销售额只有五万店的两倍 可生意小的门店销售人员就不同意了 因为如果销量小的店 拿的资源也少 很容易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大的店销售生意越做越大 小的店越做越小 所以他们就比较支持要平均分配 比如说一百万赠品一百家门店 那么每家门店分一万份 但很快又有销售提出来 促销赠品是我方销售和门店客户谈判的资源 决定赠品发放的因素 不仅仅要考虑销售占比 还应当考虑客户和我方的配合度 等等方面的综合原因 他们拿各自的方案来找我 让我来仲裁 我当时的方式是活西尼 你说的有道理 他说的也有道理 结果是两边都不满意 后来我又给团队安排了好几次 沟通技巧 团队合作方面的培训 结果培训的时候 道理大家都懂 回到工作中 该吵还是吵 我甚至还尝试做了一些岗位调整 申请把两个关系特别好的组员 调到我的部门 结果这两个多年的朋友 到了这个位置上 照样为了分赠品 吵得不可开交 我只好谁吵得凶 就多给谁一些赠品 我的经历呢 就在团队无止境的争吵中 被消磨干净 你发现了吗 团队出现分歧 根子不在沟通技巧 团队合作上 更不在于所谓的性格不合 而在于资源分配不合理 而且团队在你面前吵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说明你的分配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很有可能会导致团队更大的分裂 最终甚至导致员工离职 那么 该怎么化解下属们的分歧呢 我在晋升中程两三年后 渐渐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分歧化解机制 总结起来就是 一个原则 一套标准 和一个第三方仲裁机构 先来说一个原则 你应该基于规则管理 而不是基于关系管理 比如说 你今天觉得小红很辛苦 他们团队天天加班 应该多给一些 明天小明就会跑过来和你说 老板你看 我们刚刚被客户不讲道理的批了一顿 总之 谈感情啊 每个人都不容易 如果没有基于规则管理这个共识 你会永无宁日 所以 我当时就把团队所有骨干 召集到了一起 谈了谈我的想法 我说啊 我们必须建立起一条分资源的标准了 之前 我基本上是靠感觉和经验来分 大家不满意 同时你们的精力 也大量消耗在要资源上 我需要检讨 如果你们认同 我们应该基于一套标准 来进行资源分配 那么 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改变 团队成员们 也对于每次分资源要吵架这件事 苦不堪言 我算是说到大家心坎里去了 所以我们很快达成了共识 接下来 再说一套标准 是指 用量化的标准来解决纠线 常见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权重算法 一种是优先级排序法 前者适用于可以量化的资源 后者适用于不那么容易量化的资源 先来说权重算法 当你遇到分资源难题的时候 你可以把所有你认为重要的分配要素列出来 然后附上权重 再进行打分 直接把分配结果算出来 权重算法有三个关键点 分别是 要素 权重 和打分 说回我刚才的案例 在这个赠品分配案例中 我就用到了加权算法 当时 大家一开始说的几种算法 都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 也都比较片面 销售额当然是最直接的要素 但是在促销的时候 客户给我们多少的海报 促销堆头 公司最关心的新品陈列 货价份额等等 也是我的参考一句 所以 我列出了七个要素 这里要说明一下 一般要素控制在十个以内 如果要素太多 那么每个都很重要 也就意味着 每个都不重要 如果要素太少 也就没有必要用这种方法了 接下来是权重 在这些要素当中 有主要的 有次要的 比如 在我的案例里 销售额肯定是最主要的参考要素 所以我给了它50%的权重 其他的要素 我以此类推 分别赋予了5%到10%不等的权重 一般来说 最高的权重不超过50% 要是一个要素 占了80%到90%的权重 那么其实你也没有必要考虑其他要素了 我在文稿区里放出了一个样稿 供你参考 有了权重这一列 接下来你就要给每个要素进行打分 对于销售额这种本身就是数字的 你直接可以换算成每家门店的生意占比 比如 有一家店的生意额 在100家店中占1% 那么就算1分 1乘以50%的权重 它在销售的权重得分就是0.5 对于本身不是数字的 比如 促销位置的好坏 你需要换算一下进行量化 分三档就好 好中差 分别对应着10分5分和0分 比如说 客户给我们的促销区域 位置可以分成好中差三档 结合到上一条权重 假设是10% 那么 一个中等位置的促销区域得分 就是1乘以10% 得到0.1分 这样 你把各项分数加起来 就可以得到这家店的最终分配的赠品系数了 那么 这个系数 就是你分配赠品的决策依据了 下属们 也就没必要 每次分 都给你来炒一次 如果他们对这个依据有不同的意见 那么 你可以每个季度 或者是半年 开放一次会议窗口 在这个会议上 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 一旦这个系数定下来 那么 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 或者是半年的时间里 你就不要去调整它 总之 这就是游戏规则 大家按照游戏规则来玩 这种算法 不仅可以用于销售部 来分配促销赠品 在管理咨询实践中 我还帮助一些公司的商务拓展部 用这种方法 给潜在的代开发客户打分 帮助人力资源部 建立干部选拔的机制等等 非常好用 你可能会说 有一些资源的分配 没有那么清晰的 可以量化的标准 那该怎么办呢 这里就要说到第二种算法 优先级排序法 我在一号店 当论过项目管理部的项目总监 这是一家超过百亿规模的 大型电商企业 当时我们遇到最大的一个困扰 就是每个部门都在向公司 要开发资源 商品部要开发价格管理系统 人力资源部要开发办公管理系统 仓库部要开发供应链管理软件 技术部自己也有产品迭代的需求 每个部门都说自己的项目很重要 但问题是公司的开发工程师就那么些人 他们就算天天加班 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所以当时我的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每个季度 收集各个部门的技术开发需求 然后交给CEO进行优先级排序 CEO给出了清晰的指导方向 那就是 凡是和提升用户体验相关的需求 排到第一优先级 和公司经营风险相关的排第二 提升员工办公效率的排第三 降低公司经营成本的排第四 以此类推 同时我们还制定了 每个优先级应该对应多少的开发人数 有了这个优先级标准 我和技术部的同事 在分配开发资源的时候 就有法可疑了 原本一个季度的开发资源分配会 要开一个星期 会上大家吵闹不休 现在只需要一个下午 节约了大量的内部扯皮的时间 当然 如果你在标准和原则上 就没有办法说服你的下属 或者利益相关方 那么 我建议你 得寻求你上级的帮助 同时也请相信一点 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分配机制 相对公平就好 不行 可以再改嘛 最后我要说一说 引入第三方仲裁机构 其实遇到冲突 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一个 和你们团队没有利益冲突 同时呢 他们还能够作为标准中 量化数字的提供方 请他们作为出现分歧时候的仲裁员 比如 我自己的那个例子 我就是请财务的同事 来帮我提供原始数据和计算分数 类似的角色 还有HRBP 销售运营部门等等 他们自己并不参加利益分配 所以啊 可能会是非常公正的第三方 如果你的管理工作相对复杂 要分配的资源 所牵涉的面比较广 我甚至建议你 成立一个仲裁委员会 把利益相关的决策人 都拉进来 比如 你是公司财务 要分配明年的公司预算 那么 你就可以牵头成立预算委员会 你是HR 要考核公司的管理干部 就可以牵头成立 人才管理委员会 省的这些部门的人 每个都跑来跟你说一次 他们的诉求 当然 我必须要提醒你的是 不光要找仲裁人 你还要有仲裁制度 比如 如果对分配资源的结果不符 要多久时间内提起仲裁 多久时间后就失去有效期了 一旦最终决定做出 是不是就无条件生效 这些细节不考虑清楚 团队又会陷入无止境的争议当中 好 总结一下这一讲 我给你讲了一套分歧化解机制 包含一个原则 你要基于标准 而不是基于关系进行管理 还有一套量化的标准 以及事实引入第三方仲裁机构 帮你解决分歧 在这里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请你来吐槽一下 自己在分资源这件事情上 遇到了哪些困境 学完了这奖之后 你会有什么改进呢 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分享 感谢观看